天才少女转生异世界渴望当个平凡女孩 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女版龙奥天 满汉金钱那是唾手可得 如果又说有遗憾的话 那就是还在成长期的双A身材 我不是说了能力要平均值吗 女主麦露在一次外出 为了保护一位小妹妹 而被异世界穿越大大车选中 然后她就死了 然后她又活了 其实神不能让她在原来世界复活 所以为了表达歉意 麦露可以给重生后的自己添加一个附加设定 于是她给自己的附加设定 便是片名的由来 请把我的能力值设定成一世界的平均值 麦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她渴望在一世界交到朋友 在前世里她因为能力过于出众 而被身边能排挤 交能力平均就一定可以交到朋友 一转眼在一世界的麦露就已经12岁了 可是王都却突然传出 近来有许多小孩失踪的消息 并且麦露发现老板女儿雷妮也突然失踪 善良正义的麦露直身一人挽出寻找 结果真的遇到绑架小孩的坏人 啊嘞麦露这个时候才想起 自己好像也是小孩 不过有牛主关怀的麦露自然不会惨遭受的时候 因为身后出现了一位帅气的见识姐姐小婷 她三下五除二的就解决了一些杂鱼混子 并从对方口中逃出了根据地 等到了根据地后 却又结识了同样在伸张正义的女魔法师莲娜 在她进入根据地后发现孩子全都完好不损 但唯独莲妮不见了 这让麦露想到 难道莲妮已经遭到歹徒的侵犯成为大人了吗 而她们的闯路也被女头目发现了 她特别生气竟然有人要阻碍她的愿望 想到那些孩子在打闹的模样 想到那些孩子在撒娇的模样 自己的美少女后宫们绝不允许被人打破 啊嘞 感情这是自己人啊 而女头目的手下在听到老大的伟大宏徒 再也不知道她们脸红个屁 但如果只是想要建立美少女后宫 不许麦露还不至于生气发火 女头目越说越上头 竟然开车开到车神麦露身上 那在镜丝姐姐以及莲娜相比有些会平均的双A欧派 竟然被女头目成为是不实物会的美少女象中 被人嘲笑美欧派还说得如此轻心脱俗 麦露那超越这个异世界魔法师 大约6800倍的魔力瞬间展现出来 那可是化了魔力波动能力让忍不住惊叹 可以改成设定不是平均值吗 因为这个世界最强的生物是古龙 而平均值是取决于最强和最弱的一半 也就是说麦露现在拥有的力量是古龙的一半 被人嘲笑自己没有欧派 麦露终究无法控制情绪发动了超强魔法 还不妄替自己辩解一下 自己还在成长期中 反正有些急所低的 以下就被生气的麦露给秒了 想到自己暴露实力 麦露着急的连忙跑掉 可是被人说平路是真的很生气啊 而雷露到底去哪里了呢 他只不过是脑路挽回来了人 只要很巧的是 之前一起讨发女头梦的几人 竟然是魔法学院的学生 他们不仅跟麦露同校 并且还是同个宿舍的人 除了小婷念娜 入学考试 麦露真的害怕在别人面前 过于出众而再次交不到朋友 那是在控制不好出手力度 而轻松解决的一个状态 之后 大村总算而特地学了 烈娜的火焰魔法 可因为那是烈娜独有的魔法 而又被人质疑 为什么一看就会 甚至因为前世的手办技术 被带到了这个世界 麦露做了手办角色 被柏林砍到 许多不应该出现在 12岁女孩身上的情况 都集中在了麦露身上 于是 他们就跑根问地 但麦露 至于又一个回答 嗯 嗯 都是老家秘迹 既然知道麦露是一个强者 并给大家 也都是弱的不行 至于学校安排的 简单内幕 就能让出麦露 以外的三人类趴下 所以麦露决定训练他们 于是因为我前世纪的麦露 就模仿着其他动漫的 角色造型对几人 进行特训 小莫特别显著 他们拿到最好的成绩 伙伴之间的关系 在一次夜晚得到升华 因为麦露讲了很多 前世动漫的故事 以至于全员中俄化 那校园生活终究会迎来落幕 但四人却选择组队 继续冒陷 这段渴望交到朋友的麦露 特别感动 后来学校院长 还请求麦露的小队帮忙 因为学校声面临废校的危机 那只要学校有一支队伍 能够打败贵族安排的战队 就有优秀的成绩 保留学校 校长将所有希望寄负 在麦露支持最强小队 结果等到对战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对手竟然是上次绑下 小孩想要建立美少女后宫的那群人 历史正在重演 但对手却认为 拜年时间的他们不会有太大进步 只要小婷展现出超强实力后 麦露对几人的训练结果 终于显露出来 特别是柏林的战斗方式 简直拿眼睛 因为他一个魔法师技能 想要近身漏搏 这情况迪加奥特班表示很熟悉 可当你以为柏林是进展法师时 那就大错特错 因为他的战斗方式 竟然是尽情的欧打我吧 被敌人的大火球打中后 那我用超大恢复 让身体状况恢复原状 感情这是近战莫失 所以第二场比赛 敌人投降过灵获胜 而莲娜遇到的对手则更加离谱 一上来就不心急地使出最强魔法 炎乐地狱 才反复被这七成为吓坏 这魔法可是真的能杀人的 但因为脉路的特训 莲娜现在可不只是一名火属性法师 最近她更加擅长兵属性 轻松地狱对手的魔法 来后也使出了炎乐地狱 这让对手瞬间投降 理由竟是自己没有防御魔法 三场战斗都很离谱 而最后到了脉路的上场 对手连打的心都没有 最后贵族竟然亲自上场 也就是另外想要建立本书的后宫女头目 她不怕此理又提到了脉路 那还在成长期的偶牌 又一次感觉受到乌鲁的脉路 再次释放了上次的招数 可很快就反应过来 哎 我不能在这里太高调 但她的气势已经吓坏了女头目 四场战斗全都对方投降 初次的战斗 让众人和被很多人邀请加入小队 但既然你们诚心诚意地邀请了 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拒绝你们 为了我们身上留着的赤色血液 也为了我们要不消灭的友情 我们是灵魂相连的四人伙伴 名为赤色赤约 就很中恶你知道吗 但却又让人很羡慕这样的关系 可当一位打败的贵族 揭发了罪行 得到中文赏识 就能飞黄腾达 挤得热烈的冒险 却现实到不行 因为他们的据店竟然只是一家便宜旅馆 甚至卖路还得穿上女服装 做服务员 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虽然令人生活是如此危险 他们只是简单地接了一个 延时蜥蜴的任务 结果却发现 蜥蜴竟然是巨大型 根本打不过 刚好在卖路利用蜥蜴是冷血动物的特性 让两大魔法师使出冰系魔法 让蜥蜴进入冬眠状态 再趁机去打手机 抓到蜥蜴去交差 却还要被商人与蜥蜴受伤 比较刺货压架 但博林却认为商人说得有利 毕竟蜴蜴受伤了 所以肯定卖不了好价格 哎呀 好可惜 虽然我们还抓了那么多只蜥蜴 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这些蜥蜴都带走吧 身为商人女儿的博林 老早就知道这些搞蜴蜴的把戏 眼看如此多的延时蜴蜴 商人坐不住了 但最后这次委托还是作废 商人名誉受了损害 毛键工会为了弥补 卖路小队 也用正常价格回收了蜥蜴 显然 这是可惜可恶的事情 但卖路全程都十分海蓝 她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她就绝对绝对不能招了博林 太可怕了 但是第一个产生杀人心理的 情深的看似活泼可爱的莉娜 在一次护送委托的时候遇到了山贼 由于山贼召唤出了合体延迟巨等 变身的过程 瞬间机械卖路的中恶病 以至于被对手机械飞拳 正面击中 还用卖路就像被杀死的莉娜 分成极乐 卖路倒地的模样 让她回忆起过去 都是山贼杀了她的家人 可她愤怒却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因为山贼的岩石巨人并不怕高温 眼看机械要素色无测 卖路根本就没有受伤 只是太兴奋了 所以她放出了冰魔法 利用高温后还为冷却的热度 顺着接触低温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只要好树里化 就能走偏下 强大无比的岩石巨人就这样被打败了 而莉娜也将自己的过去告诉了队员 可博林和卖路设置是 哦 这个恋大想象中的情况完全不同 应该就像小婷这样哭成狗才对 都给我哭啊 我这从小丧亲的人啊 而卖路毕竟就死过一次了 心情比常人强大也很正常 另外她的神经本来就比较跳跃 可博林的父亲也在小的时候就被人杀死 因着伤会还被人夺走 我经常也被人当成亲人 所以博林和母亲从小就想过杀人 那就是杀死这个夺走他们家的恶人 回应在讲这些过去的时候全程免在笑容 这让卖路简直害怕的父亲 可小婷的家庭就显得比较正常 所以母亲早逝 她三个哥哥和父亲都格外疼她 可小婷却打小 不想被人照顾 且好当骑士 其实才离家出走和卖路他们相遇 竟然都说了自己的过去 所以卖路自然也要讲讲她的过去 这让她又有点难办了 拥有她的过去 不是在开挂 就在开挂的路上 本来是领主继绿让她被赶出家里 前世的记忆是到十岁左右才出现 从老天的设定也是因为记忆恢复而开始学习 也就是说卖路学习魔法和成为强者的时间才短短几年 但这些肯定不能告诉他们 要问的话一切都是老家密集 她经过这一夜的交流 几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把他们护送了商队也成功到达 并且她见到商队老爷爷的孙女安妮 可是不久后 卖路他们就听到商队又被袭击的消息 而且还是没有存活的情况 这么说来 老爷爷估计也遇害了 安妮痛哭的表情 安妮娜又想到了过去 果然山洁这些渣仔还是杀得最好 她在夜晚一人跑出去寻找山贼 可是敌人却有兵器魔法师 丽娜的火焰根本无法遭送伤害 引开山贼也要杀死丽娜时 是迈由他们赶到救下的她 不过却因此被山贼包围 看着对方训练有素的模样 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山贼这么简单 而是两国之间的地下战争 不过也只是单纯因为 羡慕另一方的繁华贸易 而从中捣乱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显然敌人更加不能对几个小孩留情了 但事实就是 他们想留情也没那个本事啊 丽娜最后安耐出了傻子首领的心 将其千人交给了警官队处理 过去的是 她终究要放下 而又一个好消息就是 老爷爷其实并没有死 因为她正好去瞧解 而躲过了一截 看到爷孙两人相聚的画面 所有人都特别开心 这段时间的压抑也得到了释放 之后的剧情潮流到了 众人最期待的福利放送 虽然整部动画没有太多高光时刻 但动画天系列 既有逃不过奇葩级的海边福利时光 游戏世界还处为类似前世的古代生活 所以众人对永逸没有研究 在曼陆自己设计出永逸时 吉人还抱怨会不会不少一点 但当众人全都换上衣服的时候 哎妈呀真香 唯一可惜的就是 这段美好的海边时光 编剧竟然是用幻灯片做的 所以大家期待万分的一集 就当场肉气 不得不说能力值平均就算 制作所的经费也是相当平均 本来开心的海光时刻 却因为世俗眼光而成了双方败俗的事情 吉人穿踊跃的情况在异世界里根本就像是裸奔 难道这部动画就只有这种福利吗 当然不是 因为后面还有几女共鱼的画面 它继续整部动画的观看体验 轻松愉快 并且没有太多地俗的内容 过去的剧情就是去解决一下小天的家世 一起替柏林报仇 并且他们遇到最强的生物古龙 麦乐在这里第一次被打败 可是最后竟然用动漫 也有百书的招数打败了古龙 这部动画有一个特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为致见了很多知名动漫 通过以前是记忆带来异世界使用 显得中恶却也真的帮助到了麦乐 而最后的结尾也叫他的麦乐虽然是龙奥天 可他却背负着某种使命 因为这个异世界是被神抛弃的地方 可是人群的麦乐转生到这里 他究竟有什么用意 这里可是被多次文明毁灭的地方 但不管有什么情况 白龙身边都有这三位伙伴会陪他走下去的 我个人很喜欢这部奉奥天的动画 制作者虽然贫穷 但节奏感掌握的还挺好 我不是剧强脱一支部动画 但如果不去计较动画深度 是真的可以带来欢乐 本来这位喜剧动画 我也没有把内容全都剧透完 所以如果对这系列感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建议观看原片 另外有人留言私信 之前上面的内容有些搞颜色的 风格要变得太快 因为以前做了挺多女性动画 例如四月一丧等等之类的 老实说后宫以及龙奥天 以世界之类动画 确实可能没有太多营养 但看片嘛 在欣赏同时也会想放松 所以在推荐各类动画的时候 我都会把类型抓出来 那喜欢的人是最烦 而不喜欢的 也希望给少年点个赞 因为之后总会有你喜欢的玩具 还有更多类型 都会局限于 以世界火攻之类的动画 真的很感谢一直以来 大家的支持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回来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想忘记得说 请点关注 那么多视频点赞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 请不吝点赞